据台湾媒体报道,孙燕姿日前被爆料在船缓上第二台,但起初不知情,后来因未满三个月习俗所以不公开,对此他所属的环球唱片11日说,跟上次一样我们也希望能够呈媒体贵言谢谢关心,没否认好消息,而他坐在微博晒出吃蛋糕的照片,照片中是松软的蛋糕,蛋糕中夹着奶油看起来热量颇高。 不少粉丝留言指出他胃口好,顺道恭喜他,更有人爆料预产期在7月,歌手苏燕姿在2011年嫁给赫兰籍老公纳迪姆,隔年产下爱子那小子,2017年难得推出新专辑《跳舞的反骨》《隔隔月谈》,却爆出一英华二台急需静养,推掉许多宣传活动,虽然当时他已否认消息,甚至还po出露平坦小夫的照片喊话,请不要说我怀孕,但近来又被爆他的确有孕再生,预产期就在7月。 孙燕姿去年为了时隔三年推出的新作品《跳舞的反骨》,本来11月要在北京举行亚洲媒体见面会,却临时喊卡,当时他都要解释是因为感冒才取消,但有媒体捕捉到助理常跟在身边撑扶他,看来小心翼翼,加上他当时常穿宽松衣物,因此怀孕消息越传越烈。 感谢观看